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西斯 今天星期五也是海藻男出现的时间 他今天在拖我 不过这个阵容又有IM banner 所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去打RED 主要是在IM banner里头刷一些装备 我仓库现在基本上已经被IB装给塞满 无论是武器还是手或者披风都被塞满了 的确是这次IB非常适合给你去提高光等 基本上像我现在刷的话 都是出384 385 然后会出一下386的装备 384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倒不说大概80%的左右几率吧 新阶段的话是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刷一些IB的武器 这次IB的武器都比较强势 尤其是开箱子能开出 就开包裹能开出其他 就是这个赛季没有的 这个武器或者是防具啊 所以说还算不错 我现在是 除了一把散弹枪自动挡的没有打到之外 其他的该有的也都有了 主要是打一把超稳的 IBA 和一把常用的PR AR的话是除了两个这个技能 会异常的稳定 虽然说 AR用起来还觉得蒙迪卡罗是跟顺手一点 其他都还好 现在主要是缺把散弹枪啊 因为还常用RAID RAID真的是非常的强势 其他部分嘛 主要是昨天又烧到的飞机和摩托车 配色也是都有 名牌还差一个 名牌的话 那个也不是很在意 主要是在刷一把AR来用比较好一点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海藻男吧 海藻男今天卖的东西呢 是两个新手和一个旧头啊 对树士不是很友好 不过树士第一周他有卖新的鞋子 所以说还算不错 这个新手的效果呢 是给泰坦多添加一个这个技能啊 这个技能呢 因为我现在不是泰坦 所以说没法给大家看啊 这个技能呢 是在近战里 他是指你用近战击杀的时候 会降低你大招的CD 嗯 还算是还算是可以啊 另外还是多加一次近战 等于说双一个双近战的时候 另外附加一个技能上去 看一下其实还算可以 有很多strike泰坦啊 是拿这个 拿这个手去打PP啊 因为他这是strike用呢 而且strike的手非常的 技能非常强势啊 吹死一个人 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啊 也是非常好用 嗯 如果说你觉得好玩的话 可以买一下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啊 第二个猎人手呢 他是 他是指你的这个跟踪手雷啊 在这边看一下 是在电刀里头的跟踪手雷 是这个跟踪手呢 他更智能更会去追别人 他真的是智能的有点过分啊 他几乎给你 可以一直追追大概 三到四秒钟左右啊 当然他前提要求是 你丢出去的时候 那颗手雷他必须附近有敌人 他才会第一时间去追 要不然的话他是不会去追的 这等于说 在范围内的话还是非常智能的 这个手雷经常帮我杀人 尤其是那种残血躲墙背后的人啊 直接丢一颗手雷过去 直接把他给炸死 他上下非常的高 基本上是整条血 就是在就是说盾还没完全破的话 整条血大概再带个一小隔盾吧 看到的百分之二十到十左右 这种盾就一直打破掉 另外还是多添加一颗手雷 虽然非常不错 我是在后期有用过 不过后来因为 跑跑鞋的这个转角比较灵活一点 所以说跑鞋比较灵活点 所以后来还改用跑跑鞋了 最后一个头呢是术师的复活头 这个就不说了吧 这个就是单纯的一个复活头 而已就和太坦和猎人的复活衣服 效果是一样 只不过他这头 就是加速复活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嗯算是作用吧 一般来说打PVP的话 除非你打TOO或者 Skammish的话 可以用一下之外 其他地方感觉好像也就还好吧 最后一个是Thunderlord Thunderlord 这个枪也没什么可收的 真的是 说他强也不是很强 说他肉也就那样 就那种拿手上玩那种级别的武器吧 所以说随便玩玩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两个配色 一个是炸鸥的配色 还有一个是这个特雷斯托的配色 这是一把冲灵枪的配色 如果说你觉得好玩的话 可以直接去买 虽然说25个银城真是有点坑啊 不过照例还要去买一堆这个Seraf coins 毕竟上周吃点都差不多了 这次买个大概买到250个左右 或300个左右吧 然后买一小段时间 总体上来说 这三班的打到现在感觉 虽然说是不是Supremacy 是新出的这个模式吗 干起来还算打起来算可以啊 并不算太无聊 总体上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不过这次很坑的就是安安班 他不算酷斯堡 他好像不能解酷斯堡任务 所以说打到后期 除了刷特定装备之外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我是可能一直保持打到星期六左右吧 就明天差不多应该是能把打 该打东西给打到 另外就是稍微的刷点精装 刷一点素材来玩 这样的话会比较 比较有意思 这次对的真的不是很想打 对的真是有点无聊 玩家这周比较有 比较忙没有什么空 所以说打打Ib就可以了 讲话大概买了多少 3 of the coins 152个给我吃好一段时间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拜拜